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BLACKPINK的黄牛票 推动了台湾打击黄牛票法案的新闻 引起了韩网的热议 根据韩国NBC新闻报道 今年3月,BLACKPINK在台湾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 而当时黄牛票的价格从38万韩币飙升到1700多万韩币 正价的45倍,甚至还成交了交易 而引起了超高价黄牛票的争议 于是,最近台湾通过了一项 对黄牛票的销售出以最高50倍罚款的法案 如果将门票以超过面值或者正价的价格在此转售 都将被视为黄牛票 将会处于10倍至50倍的罚款 除此之外,如果发现输入虚假信息 或是使用非法程序等方式购买门票的话 将处于3年以下的有期图席 或者是300万台币以下的罚款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真的是世界级 我听过100万的黄牛票,但1700万 好耶,希望韩国也可以推动 不过,台湾是不是有钱人很多 再怎么喜欢,1700万的话不会很有负担吗 爱豆的主消费群是学生跟年轻人 想要敲诈这些人真的是过分 我住在台湾,不只是Planpink 之前Super9年演唱会也那样了 我们现在还怀疑 是不是举办方在做黄牛票买卖 对于台湾通过打击黄牛票的法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出道一周年突然换团名的男团 3月的所属公司Panation推出的男团TNX 5月17号是出道一周年的日子 而当天,成员们突然用The New Six打了招呼 官方Twitter也变成了The New Six 庆祝天员也是用的The New Six 并且在Neighborso的话 介绍文也是写的The New Six 其实TNX本来的意思就是The New Six 但是过去一年都是使用了TNX来介绍 所以突然的改变让很多网友们都惊讶了 让我想到AB6,让我想到牛金斯 换得比较好,比起TNX,The New Six更好记 最近使用三个英文字母差不多团名的组合太多 尤其是N与T更多 不过TNX本来就是The New Six的缩写 所以说换了也有点奇怪,换得很好 粉丝们都觉得很遗憾 但我觉得换后更好看 能详细的发个官方公告该有多好 The New Six也好,TNX也好都无关 只是觉得Panation的态度很不好 所以大家是喜欢TNX呢还是The New Six呢? I'm star, star, star I'm star, star, star 谢谢大家